好,我們真的15分鐘就到了Statty Sea的第一個湖 這個湖呢 裡面好多雨 對 然後很漂亮 來這個湖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從湖面去拍馬特洪峰的倒影 因為這不需要有就是 好像沒有體力才能來 一般健行或是一般有在夏日會出去走一走的 就很適合來爬這個 對阿,不會啊,你看像我這個胖子偏常沒運動的也不一樣 好,到了 好,歷經千辛萬苦我們終於來到了 第二個湖 Grant Sea 他們為什麼一直那麼愛在我腳上 因為這邊的寵物 蠻大的,蠻天然的 好,我們現在來到第三個湖叫 Grant Sea 呃,對,聽說 不是聽說,它就是比較弱的一個湖 因為一般都有倒影可以拍 就是 那個 車馬 馬特洪峰 對 但是它居然那個地方 拍不到 因為這邊有山檔子 所以我們只要往那邊拍 前面呢,就是剛剛 帶著狼犬的 夫婦 還有老爸帶兒子 騎越野車 然後來這個湖拍照 登登 野餐野餐 嗯,野餐 喔好 累了 我們在野餐一下 然後呢 這邊 對 就是可以拍到 馬特洪峰 今天天氣真的很棒 對 山頭上一點雲都沒有 最後一個湖啦 好啦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完成了五湖健行 喔耶喔耶 開心 好 我們十一點上來的 現在是五點五分 將近六個小時 對 我們現在要下去 其實因為我們中間有 停留滿長的時間啦 對 所以如果正常走 就是不要看到照片一直拍 可能大概五個小時差不多